《创造金钱》第四章 以池花吸引你想要的事物 当你在行动之前先运作能量和磁力 你会更容易将想要的物件、金钱、形式和人吸引到生活中 用能量来创造 意思是安静下来、放轻松 将想要的事物的影像、象征和画面带进心中 要池花吸引你想要的事物 必须运用磁力将事物吸引过来 你无时无刻都在运作能量和磁力 即使你通常并不察觉 你可以学习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增强你的思想力量和显化心中的画面 几分钟短短的能量运作和磁力吸引 加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感觉 可以创造比长时间辛苦工作更封锡的成果 你总是在放松能量 从无片刻停止 这个能量的传播可能为你吸引 又或者排斥你想要的事物 你可以学习增进你的磁化技巧 增加你对想要事物的吸引力 透过能量运作 而且学习放松、算住、观想、运用想象力 你会开始吸引你想要的东西 磁化吸引和磁场的产生密切相关 线圈的意象可以帮助你观赏和感受磁力 你可以运用磁力吸引金钱 各种物品和不具形式的品质和本质 也都可以运用它吸引合作对象 好像是老板、员工、出版商、技术人员等等 你没办法用磁力改变人家 又或者强迫不符合双方利益的事情发生 因为磁力只可以为你吸引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益处的事 当你在用能量创造的时候 创意、发明、游戏的心情和自发性的想象力 是你最好的工具 每一次你做书里的磁化练习 都有可能发现不同的想法、感觉和主意 显化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总是在变化中 你感受的磁力强度和画面 或者每一次都不同 运用和扩张你的想象力 保温心中浮现的意象和感觉 重要的是磁性吸引力的感受 当你可以体会它 你就可以运用任何对你有用的观赏和画面 去重建那个感觉 我吸引金钱 范荣与丰盛的磁性不断增加 有些基本法则可以增加你对事物的磁性 首先你最好知道你想要的更高品质适当的形式 做磁化吸引的时候 要想着你要展现的品质 其次在吸引特定的形式的时候 要同时吸引它的本质和特性 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实际形式 可以用象征来代表它 而且吸引那个象征 象征是很有力量的 它要过你对自己可以拥有什么信念和想法 第三 要求你想要或者更好的事物 第四 喜爱而且意图拥有它 对它保持正面的想法 因为崇高和正面的想法会比忧虑恐惧和紧张更具有磁力 第五 相信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事物 第六 对你吸引的事物保持超然 不坏 需求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态度 即使它不来或者不似预期的形式出现也不要紧 提出要求之后对出现的即是最适当的成果神伏 最容易去磁化吸引的事物是那些和你曾经成功创造出来的小东西类似 或者价值相当的事物 从你认为可以成功的事情开始创造它们 会在你增进磁化的技巧上带来回归和信心 当你练习创造小东西的时候 尝试精练你的显化能力 得到与你的想象一模一样或者更好的东西 看看你可以多轻易快速地吸引事物 随着你的技巧提升了 你可以吸引更大更昂贵的东西 或者更挑战你的信念去相信你可以拥有些什么 当你磁化吸引某事物会来到一个点 你感觉达到了 一种对想的感觉 或者你觉得能量已经从顶峰开始下降 这样就表示磁化完成 可以停止运作了 如果你没有对想的感觉 或者不觉得更接近拥有它 就继续磁化 直到你感觉能量改变为止 你有能力知道磁化的效果 透过对过程的观察和觉知 成果的回归 随着时间推进 你的内在知晓会越来越清楚 在你练习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想做多几次 有时候一次就很足够的了 我们很多人都会用太多的能量和力气 去创造很少的成果 你可以学习使出少许的能量 去创造极大的成果 创造任何想要的事物都有适当的能量值 例如是吸引一餐饭 通常不需要你花一日想着它和运作磁化吸引 学习感知你想要的事物需要多少能量 投入这样的能量就够了 不用再多的 我用能量来创造 好事总是轻易到临 如果你使出过多的能量 它会感觉好像是一种压力 当你必须不断提醒自己 想着你要的事物和运作能量 又或者运作磁力 对你而言是很勉强 你投入很多能量 但是成果微薄 甚至是没有成果 这些都表示你设定的磁力太强 假设你必须花费很多力气 可能你是在那里对抗更高的导徒的能量流 当你想起一件事可以感受它的导臨 你用的是恰当的能量 如果你花的能量太小 事情不会发生 又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显化 你会知道你用的能量是不是太小 因为它会感觉起来很遥远 好像是一个心愿 而不是确定会发生的事 在你吸引能量较大的事物之前 要学习和它的能量调和 例如是 你想吸引一大笔庞大的金钱 你要有所预备 知道怎样存放它 怎样使用它 以及它怎样帮助你的生活 想象拥有它的感觉 处理任何关于接受这一笔钱财的疑虑 在你辞化任何比现在的事物 更加巨大的事物之前 试下穿上它的能量 想象你已经拥有它 观察你的生活会因为它而有什么不同 你可以学习调和和熟悉你想拥有的事物 这样对拥有它们会更加有磁化吸引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你调和一件给你现有的能量更大的事物 就是扩大你的要求了 如果你要求一笔金牙 它远超过你现有的经验 你可以尝试穿上更大的一笔钱 继续尝试更高的金牙 你会发现当金牙增加 你感觉和思考的方式就会改变 某些金牙的能量让你感觉舒服 再高一点就可能难受了 然而当你尝试穿上更大的金牙 你会发现之前你感觉到不舒服的金牙 可能就变得舒服了 只是磁化吸引你感觉舒服和可能的事物 你对金钱或者任何事物的能量感觉越舒服 它会来得越容易 仔细观察你对自己的观感如何改变 你的感觉和生活有什么不同? 你这样做会带出所有隐藏的恐惧 例如是拥有这样的事物要承担太多的责任 又或者有钱人要烦恼税务和账目 又或者人们会寄予我的金钱等等 当你处理完这些疑虑 你对想要的事物会更加有磁性吸引力 在你一开始做这些练习 结果或者不是太符合你要的 显化的时间也不太能够掌握 然而这些步骤最后都会变得很自然 而你的磁化次数也会越来越少 只做那些你感觉愉快和有趣的练习 以你喜欢的次数和时间 从一次几分钟到半小时都可以 当你熟悉某种磁性强度之后 对于需要晋级的磁力才可以产生的结果而言 你都是要努力才可以吸引 那些是你认为很难在生命中出现的事 一旦你熟悉某一类型的创造 未来通常只要动个念头 它就已经准备实现了 如果你向来可以轻易显化的事 后来发现它的能量不再流动 又或者减弱 又或者吸引它太费力了 这样就是你要仔细检视你的道路的时候了 流心那些带来新方向的内在低语